我的父亲为了我,把一个女人的双腿切了下来。 听到父亲被捕的消息时,我一点也不惊讶,我母亲不肯接受这个事实,而比我小两岁的弟弟则和我的想法更接近,认为这是意料之中的事。 我那年幼无知的妹妹,没有意识到这些罪行的严重性,只是把这当作了普通的坏事,认为父亲很快就会被释放出来,就像他在给女儿讲故事时虚构的那些英雄们一样。 他被关押在离我们家二十分钟车程的监狱里,不得保释。 在母亲的要求下,我们都上了车,开车去见被关押的爸爸,他独自坐在一间宽敞的牢房里,看起来非常沮丧。 尽管我们的小镇犯罪率不高,这间牢房大概是原本用来关押多名罪犯的。 我父亲身蓝色的牛仔裤上有各种各样的切口,就像是被指甲扯破了一样。 我母亲假装没有注意到这一点,她黑色的毛衣被某种东西见到了。 她早上离开家时,我不记得她身上有任何污渍。 所以我猜,这是她在进行所谓的犯罪行为时弄上去的。 她的皮肤在夏天烈日的炙烤下几乎变成了橘黄色,而现在极为苍白,就好像她被浸没在白色颜料里,然后又在一个阴冷的地方晒干了一样。 先前说在脑后的黑发,现在乱糟糟地耸了下来,遮住了她的额头和右眼,她好像并不介意视线被阻碍了。 但我们去她牢房的警察说,我们还有十分钟的时间和父亲交谈。 且由于犯罪的性质,在此期间,她必须在走廊里进行监督。 我们没有家庭律师,我们也从来都不需要家庭律师,而心烦意乱的母亲对于请律师的建议,要么是没听到,要么就是置之不理。 妹妹终于明白过来了事情的真相,跑到了父亲身边拥抱了她,她似乎没有注意到她的拥抱,也没有发现我们都在牢房里。 她只是呆呆地盯着地板,眼睛深深地嵌在眼窝里,嘴巴张得大大的。 最让我不安的是,在这样大而安静的牢房里,任何其他城市都会关押几个犯人,但在这一间,只有我父亲一个人。 我听到了母亲不稳定的断断续续的呼吸声,听到了弟弟试图自我冷静的呼吸声,听到了妹妹抽气时大口喘气的声音,以及我尽量保持着的平稳呼吸,但却听不到父亲的喘息声。 他只是坐在那里一动不动,像具尸体似的发着呆,凝视着记忆中的某个恐怖事件。 我和我弟弟有很多问题,但父亲都没有回答,于是我们就离开了,回到了警察身边。 他护送我们上楼,走到了警察局的大厅,他们列出了所有的细节。 由于我父亲的不配合,他们认为没有必要省去案件可怕的细节,他们对他非常愤怒,对所发生的事情非常反感。 我意识到,他们请律师的建议不过是走个程序罢了,他们想把我父亲关起来,甚至想判他死刑。 等所有的事情都说完后,警察给了母亲时间来消化他所听到的事情,然后我们就默默地开车回家了。 一路上,我妹妹盯着窗外,指着外面的东西,嘴里念叨着一些听不清楚的话,在警局的短暂时间,无法让他孩子的大脑理解自己听到的东西。 我弟弟低头,看着自己的双手,手掌朝下放在大腿上,表情僵硬,一动不动。 他已经长大了,能够理解警方暗示和明示的事情。 我看不见母亲的脸,但我敢肯定,他的表情一定和弟弟差不多,尽管在某种程度上,可能被掩藏在他的微笑面具之下,他会自我安慰,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 我面无表情,我不需要接受任何东西。 我完全相信父亲可能犯下他被指控的暴行,我知道父亲有暴力倾向。 六天前,有一个女孩失踪了,她的名字叫凯莉,今年13岁,跟我一样大。 当地新闻报道说,她在去学校的一小段路上,被树林里的什么东西吸引了注意力,然后就和朋友走散了。 和她一起走的两个女孩没有跟在她后面,叫她回到任兴道上,但她没有理会。 她们跑到学校告诉了工作人员,工作人员跑进树林,但找不到她,于是就报了警。 警方派了几名警察协助搜寻,一个小时后还是没找到,于是就此事向全镇发布了通知。 镇上召集了一支搜索队,分散到了树林和偏远的郊区。 今天早上,在又一次搜查失败后,一个男人拿着个大袋子走进了警察局,他朝着警察们的方向,抱着包跪在警局的大厅里,眼神放空。 警察走进那人,问他拿的是什么,他没有回答,于是警察就打开了包裹,他们的反应就和你预料的一样。 在极客的震惊消退后,他们阴沉地拍了拍父亲的后背,他还是没有说话,他们以为他是在独自搜寻时,偶然找到了这位失踪女孩的尸体。 直到一名警察注意到,我父亲的手和撕破的牛仔裤,整个房间的气氛才发生了变化。 有人举枪指着我父亲,有人大声发出命令,传入对讲机里,阴沉的房间陷入一片混乱。 从证据来看,我父亲很可能趁着那个女孩在树林里逗留时绑架了他,从臀部把他一分为二,把下半部分藏起来,然后把上半部分送来了警察局。 女孩的下半身是在我们地下室一个很少使用的冰箱里发现的,出于可怕的目的,被保存了下来。 这个女孩是在被绑架的最后一天被杀的,而在之前的几天里,我父亲表现的,好像他并没有把他囚禁在什么地方。 至于囚禁在哪里,我们一直都没查出来。 至于他为什么把他关了这么久,才犯下了第二起罪行,我们不知道。 有人认为,这件事是长时间的精神错乱导致的,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个无知的假设。 他们认为多年的酗酒扭曲了他的思想。 还有一些人认为,这是某种野蛮的遗传倾向导致的。 我弟弟对此很生气,但他并不知道该如何反驳这些论断。 他才十一岁,邪恶的种子很可能也埋在他的心里。 我觉得,这比谋杀案本身更让他不快。 也许有一天,他也会做出类似的恶性。 还有两天就是我的生日了,还记得吗? 我说过,我完全相信父亲可能做了这样可怕的事情。 去年我生日那天,父亲迟到了我的生日聚会。 他和我母亲起了争执,我不希望自己的生日被争吵所毁掉, 所以试图制止他们的争执。 而喝醉了的父亲推了我一把。 我从楼梯上摔了下去,脊柱骨折了,我成了永久的残废。 因为我母亲希望保住这个家庭,就把这件事说成是意外。 说我是兴奋地跑上楼去拿礼物时摔倒了。 我没有否认这个故事,只因为我宁愿这真的只是一场意外。 他并不是真的想用这么大的力气推我。 我不知道父亲最近的行为是出于巨大的愧疚感, 还是扭曲精神下开的病态玩笑。 因为我真的不知道,他不愿和任何人说话。 我们打算最近搬家,我不知道会不会去另一个小镇, 但我觉得这已经不重要了。 即使是在最小最偏远的地方, 也可能发生和大城市一样可怕的犯罪。 让我夜不能寐,不寒而栗的, 是贴在那可怜女孩一条腿上的字条。 梅丽莎,对于去年发生的事我很抱歉, 请原谅我,我给你弄来了新的腿, 正合你的尺寸。 我知道,他们不是一模一样, 他的没那么结实, 但这是我能找到的最好的了。 他是在我散步的时候,偶然进了树林, 我当时还没想好送你什么生日礼物, 来弥补我去年的行为。 而他的腿,他的腿, 我就知道,他们会很适合你的。 拜托了梅丽莎,你能明白吗? 你的爸爸。 我整容变成了情敌的模样, 但他就不爱我了。 21岁的时候, 我身高167,体重136公斤, 体重完全超标。 按照医生的说法, 正正在慢慢杀死我。 医生给我制定了严格的饮食和锻炼计划, 这是个问题, 因为我暴饮暴食是为了缓解焦虑。 我是一个天生很焦虑的人, 那年我退了学, 决心专注于自己的身体, 但我想减肥的真正原因是因为大卫。 大卫是我的同学, 他在班上成绩名列前茅, 既聪明又善良。 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, 我就对他一见钟情了, 我是他的同桌, 虽然别人会说我坏话, 但他总是很有善。 我退学的时候, 他是唯一主动问我是否还好的人。 我们经常发短信, 但现在回想起来, 我总是主动说话的那个人。 休假第一个月的某一天, 我终于鼓起勇气约他出去, 但他拒绝了我, 他委婉地告诉我, 希望我不要再发短信给他了。 他很有礼貌, 我明白他的意思。 作为治疗的一部分, 我必须得去健身房, 虽然我不再上学了, 但我仍然可以去学生们经常去的校园健身房。 走进去的时候, 我感觉很糟糕, 每个人好像都在盯着我看, 我觉得很尴尬, 就在这时, 我看见了他。 他把狐狸放在架子上, 转身去拿水, 一个女孩靠了过去。 他身材苗条, 更别说还有漂亮的脸蛋了。 我以为他是健身教练, 但接着, 他倒在他怀里, 他们接吻了。 真是一对赏心悦目的情侣, 我试着保持低调, 但大卫注意到了我, 向我挥手问好。 我也向他打招呼, 他看到了。 他和另外两个女孩来到我的跑步机前, 开始骚扰我。 他就像是领地意识很强的动物, 意识到我是谁后, 就变得攻击性很强, 肯定是大卫提到过我们的短信。 他们开始当众取笑我, 周围的人都开始嘲笑我。 我哭了, 我看着大卫, 想让他介入, 但他女朋友让我别盯着他的男人看。 然后我迈上跑步机时, 他的朋友伴了我一下, 让我脸朝下摔倒在地, 跑步机的带子把我拉了回来, 我摔倒在地上, 我在跑步机边打着滚, 整个健身房哄堂大笑, 我哭着跑出了门外, 这件事让我陷入了难以恢复的抑郁状态。 后来我才知道, 他叫亚历克斯, 是这所大学的大一新生。 这件事已经过去六个月了, 但我所遭受的耻辱一直没有淡忘。 当我再从麦当劳回家的路上, 拿着半打汉堡, 苏打水和薯条, 柜台那个人以为我要去参加派对, 但这是我一个人吃的。 回家的路上, 我沿着一条漆黑的街道走着, 通常我会走主街, 但那里现在在修路, 我以前从没来过这条小巷, 但这是条近路, 而且更安静。 就在这时, 我看到了那个标志, 那是家化妆品店, 里面阴暗肮脏又丑陋, 但坐在前台的那个人, 面色慈祥, 我继续往前走, 但他叫了我一声, 于是我转过身来, 他跟我聊了很长时间, 谈到我在健身房的经历, 我看到别人都比我漂亮得多, 谈到我多么想成为健身房那个女孩的样子, 我想取代她, 毁掉她, 那个医生笑了, 说, 没有我的手术到治不好的东西, 我应该转身离开的, 但我没有。 手术过程漫长而复杂, 但费用很便宜, 比任何其他医生都便宜, 是我能负担得起的。 大多数手术是为了抽出脂肪, 重新紧致皮肤, 这比在健身房锻炼强多了, 接着是几个月后的面部手术, 带来的是无尽的痛苦, 麻醉剂根本没有起什么作用, 当医生邪恶地微笑着时, 我努力不让自己尖叫, 在十三次整形手术后, 医生终于完工了, 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, 很满意地发现, 我已经完全变了, 我不再是那个自己所熟知的悲伤孤独的失败者, 而是变成了亚历克斯, 那种相像简直不可思议, 我感到充满力量, 强大, 是时候对大卫采取行动了, 但我该怎么取代他呢, 我抓起背包, 把必要的工具装进去, 我跟着他出了健身房, 然后看到了大卫, 他还是那么帅, 他上了车, 然后开车离开了, 亚历克斯骑上自行车走了, 我跟在他后面, 距离离得够远, 所以他听不见我的动静, 他拐了个弯, 我跑着穿过树林去拦他, 就在这条街, 一条没有住房的和森林相连的黑暗的道路, 我拦住他, 他从自行车上摔了下来, 看到我时他表情很困惑, 然后这种困惑变成了一种欢乐, 他大笑起来, 原来是你呀, 他认出了我, 他是怎么认出来的, 看看你自己也蠢猪, 不管你怎么做, 都不可能变成我这样的, 他嘲笑着我, 发出猪一样的笑声, 我像拔剑一样, 从包里抽出一根管子, 他的笑声立刻停了下来, 搞什么鬼, 他试图问道, 但我突然扑上去, 像马一样跨在他身上, 用管子打他的脸, 我把他打倒在地, 这期间他痛苦地嚎叫着, 祈求我的宽恕, 再也听不到他的尖叫声后, 我停了下来, 第二天, 我静止去了健身房, 我穿着亚历克斯最紧的衣服, 健身房很多人从我身边经过时, 都对我说, 嗨, 亚历克斯, 我走到大卫身边, 用双臂搂住他的脖子, 我们接吻了, 这就是我想要的一切, 我能感受到他对我的爱, 他的温暖, 但分开时他看到了我, 他惊呆了, 是你, 他问, 他开始问自己女朋友在哪, 但我很肯定, 我就是亚历克斯, 他为什么要这么问, 人们都转过身来, 在我意识到这一点之前, 我疯狂地在尖叫, 极度痛苦, 我变得很生气, 对这个世界, 对我认识的人, 对我自己, 但最重要的是, 对大卫, 对他不断地拒绝, 我拿起一个哑铃朝他跑去, 把哑铃砸在了他脸上, 这是十年前的事了, 精神病院的人不让我出去, 说我对别人来说仍然很危险, 他们说大卫活了下来, 尽管为了修复伤口, 他需要做的整形手术跟我一样多, 我仍然怨恨他们不接受我的身份, 我从来都不是那个失败的胖女孩, 亚历克斯没死, 我也没杀过人, 因为我就是亚历克斯, 我是亚历克斯, 我是, 亚历克斯, 我有磨牙的习惯, 昨晚我不小心把男友吃掉了, 你昨晚又磨牙了, 我男朋友说着, 把咖啡放在厨房的桌子上, 今天早上很冷, 我用手捂着杯子, 呃, 这太奇怪了, 我不知道自己有磨牙, 你是怎么知道的, 是一种咔哒咔哒的声音, 像磨牙一样咯咯作响, 他从冰箱里拿出奶油递给我, 还带有一点节奏, 之所以说是磨牙, 是因为我不知道还能怎么形容, 就像是你在咬你的牙齿一样, 他张开嘴, 然后猛地闭上, 就像指甲划在黑板上一样, 我听着不寒而栗, 嗯, 这太奇怪了, 那我得用胶带把嘴封上才行了, 他伸出一只胳膊抱了抱我, 我还是很爱你的, 他眨眨眼说, 他坐下来, 拿出手机看新闻, 这是我们早上的惯例安排, 过去同居的一年里都是这样,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牙套的问题, 我接着说, 我需要调整一下他, 可能他影响到了我的睡眠, 我最近确实觉得下巴有点紧绷, 可能是吧, 你可以打电话给你的医生问问, 正机医生, 我纠正的, 不过我已经好几年没去过了, 那天晚上, 我在刷牙之前盯着自己的牙齿, 发现我有一些牙幼质磨损, 而且磨损比大多数人都要严重, 牙医告诉我, 这是因为我的牙齿过度咬合, 但现在, 我怀疑是不是我从小就在磨牙, 我男朋友睡得很沉, 他都能听到我咬牙的声音, 这意味着声音一定特别大, 一想到, 自己是在无意识地做这件事, 我就浑身发毛, 我看着两颗门牙上透明的边缘, 我试过牙齿美白, 但感觉, 这让牙幼质磨损更严重了, 我开始刷牙, 尽量不把过度的焦虑, 集中在镜子里的自己身上, 第二天早上, 我的嘴明显感到疼痛, 下巴感觉像是嚼了好几个小时的口香糖, 牙齿摸起来像生姜一样, 我对男友说, 我觉得很不对劲, 只是张开嘴喝咖啡, 我都感觉脸部肌肉在抽搐, 宝贝, 一定要找医生了, 于是我打电话给牙医, 问他们能否推荐一位正经医生, 诊所要再过两天才能给我看病, 但我已经约好了, 他们建议我在去看医生之前, 晚上把牙套取下来, 有时候牙套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形, 诊所的助理跟我说, 原因是多种多样的, 可能是撞到了, 可能是高温刺激, 可能是咬合太重, 很可能需要稍微调整一下, 但我们还是希望给你做个检查, 以确保没有其他问题, 我谢过他, 他说的对, 我觉得我有十年没调整过我的牙套了, 那天晚上, 我惊讶地发现, 我的牙齿看起来变了, 牙腰质磨损变得前所未有的严重, 我快哭了, 我开始在网上查牙罐的价格, 这东西很贵, 我焦虑得难受, 没那么严重的, 我男朋友看着我的嘴说, 可能只是你的压力太大了, 如果不戴牙套的话, 说不定你早上会感觉好些, 第二天早上醒来, 我发现没什么痛感了, 我如释重负, 翻了个身, 但我男朋友不在床上, 这并不是很奇怪, 因为她是个习惯早起的人, 早上好, 我走向厨房喊道, 但里面没人, 我走向洗手间, 心想她是不是去倒垃圾了, 我僵住了, 我发现嘴巴周围, 有一圈暗红色的屋渍, 房间里一股铁锈味, 我惊恐地意识到, 一定是血, 我感觉到我很饱, 完全吃撑了的状态, 好像刚吃完一顿盛宴, 我感到肚子咕咕作响, 我张开嘴, 一撮头发, 从我嘴巴深处锋利的, 剃刀斑的牙缝中伸出来, 我给爸爸打了电话, 你最后一次见正经医生, 是多久以前? 我爸在电话那头问, 我不知道, 可能有十年了吧, 该死, 你应该每十年去一次, 否则一直就会消失, 这是一个教训, 他还有, 剩下什么吗? 没有, 我说着开始抽气起来, 好的, 很好, 这样更好, 别担心, 我给我的人打电话, 他们以前处理过这类紧急情况, 那我的牙齿要多久才能恢复正常? 嗯, 因为现在你已经进食过了, 他们会在24到48小时内恢复, 但以防万一, 我们要再检查一下你的牙套, 还有, 一定要在日历上标记好, 九年后的今天, 我们可不想这样的事情再发生了, 我咳嗽着, 吐出了我男友一个镜片, 我用后牙咬碎他, 然后又吞了下去, 我穿着内衣坐在床上, 突然发现, 外面有架无人机在监视着我, 我是个23岁的女生, 和两个孩子住在连排住宅里, 一个两岁, 还有一个六个月大, 我前任原本跟我们住在一起, 当我发现他出轨, 就让他搬出去了, 我是一个全职妈妈, 前任以前跟我们住在一起的时候都是上夜班, 我先介绍一下家里的位置, 我们住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北部的一座小镇上, 我们这排连排公寓, 坐落在一大片田野前面, 这片田野的旁边是一排树林, 这些树木至少几英里长, 中间没有房子, 也没有道路, 我的客厅里有三扇窗户, 可以望到这片田野, 二楼的卧室里只有一扇窗户, 但也是那个朝向, 有时会有人在这片田野里遛狗, 还会有孩子们在那里玩, 不过我很少看到有人靠近我家, 所以我喜欢把百叶窗都拉开, 欣赏外面的景色, 在2019年7月的一天, 我当时正躺在床上准备睡觉, 所有的灯都已经关了, 不过因为天气很暖, 我把窗户都打开了, 我望向窗外, 发现外面有红白相间的灯光, 我起身仔细看了看, 发现这灯光是一架无人机发出来的, 我跑下楼, 当时的未婚夫正坐在客厅, 然后我朝窗户跑了过去, 我把自己看到的东西告诉了他, 他过去查看的时候, 无人机已经不见了, 我担心, 那架无人机上可能装了摄像头, 有人利用它来偷窥我, 所以这事发生后, 有一段时间, 我都会把百叶窗都拉上, 快进到今年1月份, 我放松了警惕, 想着那个操控无人机的人, 应该不会再来了, 我把百叶窗拉开了, 而我当时刚洗完澡出来, 只穿了那衣裤坐在床上玩手机, 这时, 我再次从余光里看到了窗外的灯光, 又是那架该死的无人机, 我跑出房间在外面等了几分钟, 然后往里面瞄, 发现它不见了, 我马上把百叶窗拉上, 然后穿好了衣服, 我很后悔当时又没有关窗, 尤其是我穿得那么少, 那件事发生的前两个星期, 我和两岁的儿子在外面的田野里玩球, 把六个月大的孩子放在了婴儿车里, 当时距离我分手过去了三天, 出门大约半个小时后, 我听到一阵微弱的呼呼声, 朝我们靠了过来, 我抬起头, 看见那架无人机朝我们飞了过来, 我环顾四周, 一个人也没看到, 而这架无人机就停在了我们头顶, 我吓坏了, 抓着我儿子把他拽进了屋里, 一边走, 一边回头看那排树木, 我知道, 他们肯定就躲在那儿, 我进了屋, 把百叶窗拉上, 然后打电话告诉了我妈妈这件事, 他只说让我小心点, 我儿子喜欢把他的玩具在窗檐排成一排, 所以我想着把窗户开条缝也不要紧的, 我们吃完晚饭后过了一小会儿, 当时马上要天黑了, 我在为六个月大的孩子吃东西, 而我儿子正在玩, 站在窗户旁边排他的玩具, 他说, 爸爸, 我以为他只是想爸爸了, 就跟他说他爸爸周末会来看他, 但他还是一直不停地说爸爸, 我抬起头, 看到他指着窗户, 指向百叶窗没有盖住的那条小缝, 我吓呆了, 我想起来他会管所有有胡子的男性叫爸爸, 因为这会让他想起自己的父亲, 但不可能有人这么大胆, 走到我家窗前窥探, 至少不会在我邻居在家的时候, 这样所有人都能看见他们, 但是背后没有任何灯光, 所以除非邻居有人走出家门, 否则大概没人能发现, 难道是我前任, 但是这个时候他应该在工作, 我跑向窗户抱走了我儿子, 我不想拉开百叶, 我有预感, 外面的人就是过去一年里监视我的那个人, 我想看看到底是谁, 于是我拉开窗帘, 看到一个男的蹲在我面前, 我之前绝对没有见过他, 他秃顶, 留着八字湖和山羊湖, 我完全看不出来他几岁, 可能是三十岁到五十岁之间, 看到我后他笑了笑, 然后站了起来, 我大声喊着让他滚开, 说我要报警了, 他就只是站在那里, 像一个变态一样朝着我笑, 我正准备重新把窗帘拉上的时候, 他说了些什么, 不过我没听清, 我再次让他离开, 这一次他声音大了一点, 对我说, 我只是想和你聊聊, 我摇了摇头表示不要, 然后再次大喊着让他离开, 他开始用手拍着窗户, 不断地大声喊着, 不, 不, 我拿起手机, 害怕他会试图闯进来, 我抱了紧, 我的孩子们都害怕地哭了起来, 我自己也感觉快哭了, 我把情况告诉了接线员, 打电话的时候, 那个男人一直在拍我的窗, 现在还尖叫起来了, 他满嘴胡言乱语地喊着, 我只能听懂了一部分, 他说, 他已经观察我好几个月了, 说我很漂亮, 想让我跟他一起走, 如果我拒绝的话, 就杀了我的孩子们, 接线员让我到楼上的房间里去藏起来, 警察抵达之前都不要出来, 我们镇上没有警察局, 所以要等周的警察过来, 接线员说大约需要二十分钟, 让我跟他保持通话, 现在那个男人在砸我的窗户, 像个疯子一样尖叫着, 我正准备抱着我的孩子们跑到楼上去时, 我听到了其他人的尖叫声, 然后那个男的跑了, 我向外望去, 看到了我的邻居和他的女朋友, 我打开窗户, 我邻居说他听到那个男人的声音, 所以绕着房子跑了过来, 那个男的听到他的声音后, 就跑回树林里去, 消失不见了, 我邻居还说他们也抱了紧, 我感谢了他们很多次, 十分钟后警察到了, 他们在建筑物四周和树林里迅速搜查了一圈, 但什么都没找到, 这件事后我变得非常多疑, 还在我父母家住了几天, 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人会盯上了我, 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等了这么长时间才动手, 我只是很庆幸邻居们出现阻止了他, 否则的话, 真的不敢想象会发生什么事, 我半夜操控着无人机, 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, 我在美国一座旅游小镇附近租了个房子, 我是一名生物医学设备的技术员, 在当地医院上夜班, 我也是一位失眠患者, 说到失眠这件事, 很多朋友告诉我一些治疗方法, 等都失败了, 他们不知道, 其实我对于失眠这件事还是很乐观的, 这样我就可以在失眠的时候, 做很多感兴趣的事情了, 我会经常阅读或是收听旧的广播录音, 深夜, 其他人在睡觉的时候, 这些爱好刚好可以让我消遣时间, 我买了一架私人GPS无人机, 打算拿来在深夜的时候玩一玩, 这花了我快两千美元, 这是我对航拍摄影的热爱, 而做出的一次冲动消费, 希望能抓拍到我所在北加州地区的户外风景, 买完后, 一回到家我就把包装拆了, 我走到前门打开了箱子, 我的邻居萨姆·麦凯勒正在慢跑, 他向我挥了挥手, 我也朝他挥了挥手, 然后把注意力转回了自己的新东西上, 它有16磅钟, 看起来像是带有四个螺旋桨的大号无线路由器, 正面是一个4K高清摄像头, 要控制无人机可以选择使用APP或是公司提供的手持遥控器, 有些人不喜欢用手机操控, 主要担心会被窃取自己的手机隐私信息, 不过我没有这方面的担忧, 我觉得用手机操控很方便, 之后我去上班了, 但在此之前, 我对无人机进行了环境较准, 午夜一下班我就来到了后院, 我上班的时候, 无人机一直放在车库里充电, 我把它放在草坪上, 然后用小手电仔细阅读了说明书, 它可以飞到3000多英尺高, 我打开了夜视功能, 然后让它在空中盘旋, 引导着它飞到我的房子上空时, 我非常兴奋, 我就要从一个全新的视角, 来观察我所住的地方了, 时时镜头中, 它看起来就像一排小盒子的其中一个, 点缀着翠绿的方形草坪, 我遥控着无人机飞过了整个社区, 15分钟不到, 我就看到了令人担忧的一幕, 萨姆夫妇住在离我一条街以外的地方, 不过那天晚上, 这个男人的老旧本田车没有停在车道上, 他可能是出差去了, 我知道他是做销售的, 偶尔需要出差, 一辆青绿色的卡车停在车库前, 一个竖着光溜背头的年轻男人从车上下来, 走到门口敲门, 萨姆夫妇的老婆穿着浴袍开了门, 他们拥抱了一下, 然后这个男人走了进去, 就在使用着无人机不到半小时里, 我就拍到了一位邻居的出轨行为, 我猜想, 他们的关系肯定是不同寻常的, 不过很快, 我就把这件事抛在脑后, 继续探索起周围的街道来, 那天晚上上床睡觉时, 我对自己的新活动感到很满意, 虽然我的摄影技术不是很好, 没办法当一个专业的摄影师, 但是成为我的一项爱好也是不错的,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, 这就是我最喜欢做的一件事, 有一天晚上, 我看到了奇怪的事情, 四个脸苍白的人, 站在社区里一栋四层楼房门口的草坪上, 他们穿着在风中飘动着的白色长袍, 张着嘴巴, 我非常好奇, 于是让无人机靠近了他们, 这是大多数操作员不建议的做法, 公然侵犯他人隐私, 或是进行间谍活动, 会导致无人机被标记, 根据联邦航空管理局的规定, 被标记的无人机会被禁止使用, 他们规矩很多的, 我很想知道这些人是谁, 他们在这个时间在外面干什么, 我看到其中一个人西装前面有血迹, 他发现无人机时, 这四个人一起抬头看了看, 然后消失了, 这些人消失的速度比出现的还要快, 这件事在外人看来或许不同寻常, 但是我已经六天没睡了, 由于睡眠不足带来的幻觉, 在我的生活当中很常见, 所以我觉得自己应该就是看花眼了, 也没有怎么理会, 我让无人机沿着高速公路飞了半英里, 前往一个博物馆, 我看见一个男人在博物馆停车场上摇摇晃晃地走着, 一开始我以为是个罪鬼, 从街对面刚关门的酒吧里被赶出来的, 但仔细观察之后, 我发现他的头不自然地歪向一侧, 就好像脖子断了一样, 还没来得及走到图书馆旁边那条蜿蜒的人行道上, 他就倒在地上, 然后消失了, 而在这座历史建筑后面的自行车道上, 站着另一个人, 他把双臂举过头顶, 然后朝无人机冲了过来, 他的脚离开了地面, 身体部位一个接一个地脱落, 消失在了转瞬即逝的博物之中, 我还从手机的扬声器里听到了他的尖叫, 我觉得是时候结束夜晚的活动去睡觉了, 但是见到这些诡异的生物后, 我怕是更加睡不着了, 我让无人机往回飞过了萨姆家的房子, 那个陌生人的卡车再一次停在了那里, 我知道萨姆肯定又不在家了, 那时候我对萨姆家的事情越来越感兴趣, 我知道自己应该是唯一知晓他们肮脏勾当的人, 这让我感到很兴奋, 在九月一个晴朗的夜晚, 我有一次驾驶无人机飞过萨姆家, 又看到那辆青绿色的卡车停在车道上, 那个男人再次从车上跳了下来, 我清楚地看到女人打开门后, 她走进屋子里的情景, 他们亲吻了一下, 然后走到门廊上待了一小会儿, 萨姆的老婆一边解开她衬衫上的扣子, 一边一起进了屋子, 她把身后的门踢上了, 从这个距离, 我还是能看到他们的身影, 从客厅窗户挂着的米色窗帘上, 我能看到他们的影子, 之后我看到另一对车灯照亮了房子前方, 我花了好一会儿才明白过来自己看到的是什么, 是一辆本田车, 萨姆的车开过来了, 他一开始把车停在了路边, 他摇下车窗, 看到一辆陌生的卡车停在他家, 他把车开到卡车后面, 以确保那个男人没法逃离, 萨姆走到家门口的院子, 他穿着皱巴巴的灰色西装, 领带松掉了, 他扯了扯领带, 就好像那是个什么沉重的负担一样, 他一边把领带扔进灌木丛里, 一边摸索出家门钥匙, 走进了门槛, 即便是从无人机的高度, 也能看出他小心翼翼地走着, 尽量保持安静, 萨姆进了车库, 出来的时候双手都拿着东西, 他右手拿着一把斧头, 斧刃朝下, 左手则拿着一罐汽油, 他把这两样东西都放在了大门外面的地上, 他摸索着钥匙, 然后拧了拧门把手, 才发现门没锁, 他重新把东西拿了起来, 他走进屋里的时候, 我把无人机飞到了房子侧面, 飞过一位邻居砖气的烟囱, 萨姆来到了楼上的主卧, 窗帘是打开的, 萨姆闯入的时候, 这对情侣在亲密着, 他用斧头的背面朝妻子的脸挥去, 把他打晕了, 他倒在床垫和床头柜之间的地上时, 那个男人试图从床上跳下来, 他朝窗户冲过去, 想要跳出来, 萨姆跑了两步追赶他, 斧头披进那个男人的背部, 鲜血浸透了萨姆的前进, 他再次举起斧头, 挥进那个男人的脊柱, 然后转了转斧柄, 他伸手去拿后面的汽油, 然后把这液燃液体浇在了那个男人身上, 萨姆的老婆醒了过来, 站在那里茫然地环顾四周, 他抓起灯, 朝萨姆的脸挥去, 一些碎玻璃进了他的嘴, 眼睛和鼻子, 萨姆抓着自己的皮肤, 这时他把斧头从地上捡起来, 朝他的身体劈了下去, 他把丈夫扭动的身体拖到楼梯口, 然后一脚踢了下去, 接着他打电话报了警, 在救护车和巡逻车抵达之前, 我把无人机停在了自己的后院, 由于当时没有录下任何东西, 我没有把无人机交出去作为证据, 在不论何种形式的正式调查中, 他们能使用的最多也就是飞行数据, 我知道这只会让他们更加怀疑我, 我们当地的新闻媒体没有报道过这件事, 在我所居住的地方, 旅游业是最大的经济来源, 我猜想是那些领导不希望吓到人们, 让他们认为我们这小小的避风港不安全, 后来我在社区八卦中, 听说这个情夫瘫痪了, 他最后还是活了下来, 这位丈夫因为在争执中受了伤, 死在了我所工作的那家医院里, 虽然那晚发生的事情很可怕, 但这并不能阻止得了我做自己觉得有趣的事, 我还是会在午夜下班之后, 同样的时间操纵无人机, 而且我也不会改变自己的做法, 我依然能看到那些不明生物, 现在他们之中有很多会绕着我的院子转, 隔着篱笆窥视我, 其中有一些还没有消失, 这些幻想甚至在我傍晚出门的时候都还在, 阳光在他们半透明的幽灵般的皮肤上闪闪发光, 我相信他们总有一天会消失的, 毕竟他们不是真实存在的, 对吧? 我是一名警察, 我妻子昨天把我的手指咬掉了, 当我看到当地报纸的时候, 我在警察局工作, 头版头条立刻吸引了我的注意, 医院内病人失踪, 报道说几位瀕临死亡的病人失踪了, 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, 记录在案的第一起事件发生在两个月前, 而最近的一起是昨天发生的, 护士们找不到他们, 这些病人都快死了, 所以不可能是自己离开医院, 我妻子也在那里上班, 所以我给她打了电话, 是的, 我们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, 她说我们把整栋楼都已经找遍了, 我是大约晚上七点回的家, 我妻子已经在家了, 她通常都会比我早几个小时回家, 我找东西吃时, 她从地下室上来了, 我问她, 你在下面干什么呢? 我把一些旧椅子放在那里了, 她回答说, 我近期可能会把整个地下室翻修一遍, 为什么? 我疑惑地问道, 我们搬到这里以来, 就从来没有用过这个地下室, 所以这很奇怪, 而且下面也没什么有意思的东西, 不可以吗? 反正我也没什么别的事情干, 最后我同意了, 第二天我又去上班了, 我们接到了医院打来的电话, 让我们去调查那些失踪的人, 因为他们的家人想要知道发生了什么, 我和另一位叫马克的警察一起开车去了那里, 其中一位叫马丁的医生, 把失踪病人的信息都告诉了我们, 还得我们看了这些病人的病床, 我妻子刚好是负责这些病房, 她当时在家里, 星期五她是不上班的, 这些病人好像都离医院的后门很近, 马克对马丁医生和我说, 会不会是他们自己跑了? 不可能, 马丁医生摇了摇头, 他们状态都很差, 没有办法自己走路, 而且我们也没有发现任何通往后门的新脚印, 那里还有个停车场呢, 如果他们跑了的话, 会有人看到的, 如果是有人把他们偷偷带出去呢? 我提出假设, 这些失踪的病人都离后门很近, 可能有人把他们拖到停车场, 然后放到车里, 马丁医生问, 但会是谁呢? 这是个好问题, 谁能做出这样的事? 而且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? 我没有头绪, 我回答说, 我妻子也在这里工作, 她也没有注意到什么奇怪的事, 下周我们会和这里的工作人员谈一谈, 马克说, 确保到时候大家都在, 然后我们回到警察局写报告, 接着把这件事和领导汇报了一下, 我还是想往长的时间回到家, 不过没有看到我妻子, 我听到地下室有奇怪的声音, 想下去看看, 接着她就走上来了, 嘿, 她跟我打招呼, 你是在地下室干活? 我问道, 她的样子很奇怪, 我好像还在她脸上看到了一点血, 需要我帮忙吗? 不用, 我一个人能搞定, 你确定吗? 我能帮上忙的, 反正整个周末我都会在家里, 真不用, 我一个人就可以了, 好吧, 不过你在下面干什么呢? 那个地下室好像对我们来说也没什么用处, 你别再问东问西了, 她冲我喊道, 对于她的反应我有点惊讶, 对不起, 我有点累了, 反正你别下去就好了, 可以吗? 她用冷静一些的语气说, 然后就去睡觉了, 第二天很快就过去了, 她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地下室里, 而我在家看书, 然后她说要去市场买点吃的, 她离开之后, 我走出房间, 来到地下室门口, 很奇怪, 因为我还能听到声音从下面传出来, 我很好奇, 我打开门, 朝下看着楼梯间, 只有一片黑暗, 我用手机照亮了狭窄的通道, 我慢慢地走下楼梯, 那声音越来越响, 买出大约二十步, 我来到了地下室, 我吓坏了, 里面放着一些铁笼子, 而每个笼子里都有某种, 某种难以描述的东西, 衰老腐烂的尸体, 有些看起来很像医院里失踪的人, 我待住了, 不知道该怎么办, 而最糟糕的还不是这些尸体的存在, 而是他们在动, 他们的眼睛是白色的, 其中一个用腐烂的手抓住了笼子的门, 我吓得立马跑了上去, 想尽快离开这里, 但在楼梯的最上面, 我的妻子站在那里, 眼神里满是怒火, 她慢慢地说, 我跟你说了, 别到那儿去, 你究竟在下面干什么? 我对她喊道, 那些是什么东西, 这是失踪了的病人, 她回答说, 我将会成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科学家, 她的声音充满了自信, 我感觉自己好像从未认识过她, 我阻止了死亡, 我从死亡中拯救了那些病人, 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, 只是想试图逃离这里, 我把她推到一边, 但是在这么做的时候, 她咬了我的手指, 我因为疼痛尖叫醒来, 我向下看了看自己的手, 其中一根手指已经不见了, 我跑进楼上的厕所, 然后锁上了身后的门, 你别想逃走, 她在外面喊道, 你应该为我感到自豪, 我会拯救人类, 就在她大喊大叫的时候, 我找到了一些绷带来给手指止血, 她踹了几次门, 然后用厨房刀把门筒穿了, 我唯一的机会就是从窗户逃出去, 我打开窗户, 然后爬到了外面, 唯一的问题在于, 厕所是在二楼, 我必须得跳下去, 摔到地上的时候, 我的腿非常痛, 我立刻给马克打了电话, 让他开车到我家来, 然后他把我带去了医院包扎, 之后我把发生的事告诉了医院的人和警方, 是啊, 我们就知道事情不对劲, 马克说, 昨天晚上, 就在我把你带去医院之后没多久, 你家发生火灾了, 消防员发现了你刚才谈到的那些尸体, 但是你妻子失踪了, 我们不知道他去了哪里, 每晚凌晨三点二十七分, 我女朋友都准时起床给我讲笑话, 我真的很害怕, 在讲述这件事之前, 我想告诉你们, 我是真的很爱艾伦, 现在我们住在一起差不多三年了, 不过我们从小就认识了, 其实我们是青梅竹马, 我知道, 对某些人来说, 这听上去可能像个童话故事, 不过, 真的感觉我们是注定要在一起的, 即便毕业后, 我们和其他人交往过, 但只有和彼此在一起, 才感觉是对的, 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浪费了那么多时间才约他出来, 但是我真的很庆幸自己这样做了, 我们在音乐, 电影, 甚至食物上都有着相同的品味, 会被同一个蠢笑话逗得哈哈大笑, 知道在对方需要的时候如何安慰他, 她是我遇见过的最友善, 最温柔, 最有爱心的女孩, 我们还讨论了结婚和生孩子的计划, 正因如此, 在经历了这短短四个晚上发生的事情, 才会让我现在这么心痛, 我还想说明一下, 除了我, 以及几个非常远方的阿姨以外, 艾伦没有其他情人, 这几个阿姨他没有见过, 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名字, 而我, 出生在一个大家庭里, 有四个兄弟姐妹, 还有很多表亲, 他们经常来玩, 也会在我们遇到麻烦的时候帮助我们, 艾伦的父亲是个酒鬼, 虐待狂, 在他小时候就过世了, 而他的母亲是一个非常善良, 鼓舞人心的人, 多年来一直独自照顾这个家庭, 我也一直把他当成自己母亲来对待, 所以去年他过世的时候, 我们都伤心了很长一段时间, 但艾伦还是很坚强, 他也不是那种会轻易把感情表露在外的人, 所以要想知道他的真实感受, 你必须得更敏锐一些, 过去我为自己能做到这一点而很自豪, 我感觉对他的了解比对自己还深, 那件事发生的时候, 我们在床上睡觉, 而我在做梦, 我不太记得梦的内容了, 然后我听到他的声音, 凑到离我的耳朵非常近的地方, 咚咚咚, 咚咚咚, 他坐在床上向下看着我, 一边温柔地抚摸着我的头发, 我慢慢睁开眼睛, 睡意朦胧, 嘿, 怎么了, 宝贝, 他目不转睛地看着我重复道, 咚咚咚, 咚咚咚, 我瞥了一眼梳妆台上的电子钟, 凌晨三点二十七分, 再过几个小时, 我就要去上班了, 怎么了, 艾伦, 他停下来对我说, 亲爱的, 回答这个笑话, 咚咚咚, 咚咚咚, 好吧, 我同意了, 主要是因为我期待会有某种惊喜, 艾伦不是那种无缘无故做出这种事的人, 是谁呀, 他笑了起来, 回答说, 不是我, 所以, 别开门, 我目瞪口呆地看着他, 这是什么意思, 就, 这, 这是个笑话吗, 是的, 他说着躺在沙发上, 把毯子盖在身上, 谢谢你的回应, 奇奇怪怪的, 我回答道, 然后闭上眼睛回去睡觉了, 第二天早上一切如常, 我一个人在厕所刷牙时, 我想起了昨晚那段奇怪的对话, 我都不确定, 那是不是我做了的梦, 之后我们一起吃了早饭, 他表现得跟平常一样, 大声读着一本时尚杂志里的内容, 说实话, 我也没怎么仔细听, 我抓住机会, 问了昨天晚上的事, 刚开始, 他好像不知道我在说什么, 然后他盯着我, 露出来昨晚的笑容, 我明白过来, 那不是个梦, 他说没什么要紧的, 当我好奇追问时, 他转移了注意力, 我放弃了, 我还有工作和其他事情要做, 所以把这件奇怪的事情抛在脑后, 以为不会再发生了, 但当天晚上, 我又被他的声音吵醒了, 咚咚咚, 又怎么了, 我说, 艾伦, 你在干什么, 咚咚咚, 他重复道, 这一次他都没有碰我, 只是坐在床上, 带着同样的笑容看着我, 但是他的眼睛看起来变大了, 眨眼的间隙变长了, 我看了看表, 又是凌晨三点二十七分, 艾伦, 怎么了, 再过几个小时我就要上班了, 没法在大半夜跟你玩这个游戏, 咚咚咚, 这变得有些诡异了, 你知道吗,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在耍什么把戏, 但是我不喜欢你这样, 回答我, 咚咚咚, 我叹了口气, 但也微微笑了一下, 虽然这很诡异, 不过他是我的艾伦, 所以我并没有真的生气, 好吧, 是谁啊, 我用开玩笑的语气回答道, 不是我, 所以别开门, 不知怎么, 我感到背后一阵寒意, 这个回答和上次一样, 但我还是不知道是什么意思, 他说话的方式怪异而单调, 跟他的笑容形成鲜明的对比, 我完全不知道他想做什么, 那是什么意思啊, 我问, 我完全搞不明白, 他只是笑了笑, 我去睡觉了, 我心里不由打了个寒颤, 不过也没多想, 就去睡觉了, 第二天, 我们再次谈起了这件事, 他对我的问题闪烁其词, 我几乎什么都没问出来, 就好像他是有口难言一样, 这非常奇怪, 因为我们以前都是无话不谈, 我说为了工作, 我必须要好好休息, 这一点他应该很明白, 而且我不喜欢他每晚的恶作剧, 他只是点了点头, 我决定不再追问了, 因为我不想伤害他, 而且我还有工作要做, 回家后, 我们吃了晚饭, 看了部电影, 然后上床睡觉了, 咚咚咚, 这一次, 我睁开眼睛的速度变快了, 事实上, 我就没怎么睡着, 我就知道他又会这么做的, 所以一直在想着这件事, 我看了一眼表, 凌晨三点二十七分, 咚咚咚, 我想着无视他, 假装还在睡着, 他应该不会叫醒我的, 所以我慢慢闭上眼睛, 希望他一开始没看到我睁眼, 只好保持安静, 咚咚咚, 他继续道, 没有停止, 我调整了自己的呼吸, 但他还在继续, 咚咚咚, 我不会回应你那该死的游戏的, 艾伦, 别闹了, 咚咚咚, 我没有理会, 但他还在继续, 他从未对什么事情如此坚持过, 我试着无视, 但是开始感到心烦意乱, 而且坦白说, 我觉得很害怕, 艾伦为什么要这样做, 为什么每天晚上都是同一个时间, 精确到分钟, 为什么在做出回应之前, 他不让我睡觉, 咚咚咚, 我突然起了身, 艾伦, 我准备好大吵一架了, 但是看着他的时候, 我感觉全身乏力, 他没有笑, 没有眨眼, 只是像野生动物一样, 直直盯着我, 他的嘴慢慢冻着, 他没有停止, 咚咚咚, 我不知道该做出何种反应, 也不知道看到他的时候, 自己是什么表情, 这太可怕了, 他一直勉无表情地凝视着我, 让我没法移动, 咚咚咚, 是谁啊, 我问道, 我感觉这是摆脱这个噩梦的唯一方法, 不是我, 所以别开门, 他虚弱地回答道, 艾伦慢慢闭上眼, 已经躺了下去, 我凝视着他, 而他似乎陷入了深度的睡眠, 我起身走了出去, 我走下楼, 坐在客厅的沙发上, 盯着外面的夜空, 感受着四周的宁静, 我的心跳得很快, 而且没有慢下来的迹象, 我太害怕了, 不敢和女朋友睡在同一个房间, 而这一切, 都是因为一个该死的敲门游戏, 我想过给谁打电话, 我想着这是某种睡眠问题, 可能只是梦游, 但这说不通, 我感觉好累, 决定早上给一位心理学家老朋友打个电话, 听一听专业人士的意见, 因为艾伦越来越不对劲了, 我待在沙发上, 直到太阳升起, 艾伦一醒来就表现得很正常, 还问了我为什么没在床上, 我没有回答, 事实上, 我没有跟他说话, 就直接出门上班了, 他看起来非常沮丧, 一到单位, 我就给朋友打了电话, 尽可能详细地把事情都告诉了他, 就和现在的描述一样详细, 他似乎没有我这么担心, 不过我们还是达成共识, 预约了下周看病, 现在我只需要说服艾伦, 到时候和我一起去, 我收到了他发来了很多信息, 我感觉他非常担心, 伤心, 甚至是困惑, 他道了很多次欠, 这让我有点心碎, 我感觉很糟糕, 我不应该这么做的, 我还是回复了他, 向他保证, 这种事情不会再发生了, 我还告诉了他预约医生的事情, 他好像不太情愿, 但还是同意跟我一起去, 所以我们和好了, 毕竟这是艾伦, 是我从六岁时就认识的女孩, 是我所爱的, 照顾了我很多年的女人, 尽管那奇怪的行为让我很害怕, 但他并没有做出任何恐怖或危险的事情, 所以有那么一小段时间, 我说服自己应该再给他一次机会, 下班后我们待在一起, 他还准备了我最喜欢吃的东西, 艾伦表现得就像我记忆中一样温柔体贴, 尽管还是有点不情愿, 我还是和他一起在卧室睡了, 东东, 我简直无法相信, 他之前跟我保证过, 不会再这样做了, 东东, 我看了一眼表, 还是凌晨三点二十七分, 东东, 我是趴着睡的, 看不见他的脸, 事实上, 我是不想去看他, 这个时候相比于恐惧, 我感到的更多是伤心和失望, 因为他食言了, 东东, 是谁啊, 我回答道, 然后决定直接继续睡觉, 不是我, 所以别开门, 我没有出声, 闭上了眼睛, 只希望自己能在下周的预约来临之前充足, 令我惊讶的是, 我真的睡着了, 可能是因为从昨晚开始我都没有休息过, 第二天早上, 我又主动和艾伦说话, 只做出了几句简单回复, 我期望他能表现得和昨天一样, 试着道歉, 但是他没有这么做, 他基本上什么也没说, 就好像已经接受了这件事, 他看起来也很累, 或者说有点虚弱, 我继续工作着, 但控制不住去想他, 后面我也没有收到他发来的任何信息, 回家之后, 我们吃了我这一生最为沉默的一次晚饭, 他也没怎么吃东西, 我决定让他睡在卧室, 我睡在沙发上, 我不确定这是否能阻止他的行为, 但还是希望他不会专门走下楼来, 只为了再和我玩这个敲门游戏, 我给自己盖上一条毯子, 忽视那种不安的感觉, 试着入睡, 后来我睡得很沉没有做梦, 感觉就好像迷失在了黑暗中, 然后我听到了呼吸声, 我睁开眼睛, 看见艾伦站在我旁边, 瞪大眼睛盯着我看, 瞳孔放大, 看着我睡觉, 那表情看上去不太正常, 我害怕地尖叫起来, 我从沙发上跳了起来, 滴滴撞撞地穿过黑暗的房间, 拉开了我们之间的距离, 他的目光一直跟着我, 我瞥了一眼桌子上的时钟, 凌晨三点二十七分, 艾伦, 你在干什么? 我绝望地问道, 但是他没有动, 他什么都没有说, 只是盯着我, 就好像我是玻璃做的, 他的目光可以穿透我的身体, 然后我听到, 有人敲响了大门, 我本能地朝那个方向看去, 敲门声又响了起来, 一声接着一声, 感觉就是在砸门了, 我回头看了一眼艾伦, 他还在盯着我, 我慢慢靠近大门, 而他没有动, 砸门声还在继续, 是谁啊? 我尖叫道, 敲门声停止了, 接着, 我听到了一个声音, 约翰, 约翰, 你能听到我的声音吗? 求你了, 快开门, 约翰, 求你开门, 我待在原地, 那个声音还在叫我, 那是艾伦的声音, 从门的另一侧传来, 但这不可能, 求你了约翰, 开门, 这很重要, 他不是我, 我发誓, 他不是我, 我慢慢转过头看着艾伦, 他站在沙发前, 他还在盯着我看, 脸上露出可怕的笑容, 拍门声还在继续, 约翰, 开门, 求你了, 你必须得相信我, 我一动不动, 不知道该怎么办, 后来我也不记得, 只好发生的事情了, 接着, 我在卧室里醒来, 电子钟表显示时间, 是凌晨4点21分, 艾伦没有在我身边, 只有我一个人, 我不受控制地发着抖,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, 我不记得, 看见那可怕的笑容后, 发生了什么, 我不知道, 自己有没有开门, 我试着去找手机, 看能不能报警, 或者, 至少打给认识的人, 但我把手机拉在楼下了, 身边只有艾伦的笔记本电脑, 现在, 正用着电脑写下了这篇文章, 因为我不能下楼去, 走廊里很黑, 非常黑, 而且, 我能听到楼下, 传来微弱的抓脑声, 或现在, 该怎么办? 我在暗网上买了一对美童, 我的眼睛现在没了, 几个月前, 我在美国最好的朋友小杰打电话, 问他能不能过来玩, 他说他在网上, 新发现了点有趣的东西, 我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, 不过, 他总是喜欢搞些恶作剧, 其实已经成年了, 他激动起来的时候, 看上去就像个小孩子那样, 所以, 我总是很难拒绝他, 我能看出来这件事, 似乎对他很重要, 所以我让他直接过来, 给我展示下, 他到底发现了什么, 当天晚些时候, 他来到我家, 带了个U盘过来, 他特别兴奋, 连鞋子都没脱就进来了, 他跑到我笔记本电脑前, 立刻把U盘插了上去, 他脸上露出那种令人讨厌的, 和小时候一样的微笑, 每次要干一件会让父母生气的事情之前, 他就会露出这样的笑容, 你应该先敲门的, 行了行了, 快过来坐下, 不好意思啊, 我刚才就这样闯进来了, 他也开玩笑说, 随便吧, 反正你也不是真心道歉, 我去泡个茶, 很快回来, 我笑着走开了, 大约十分钟后, 我拿着两个杯子回来了, 里面是新泡的茶, 我把杯子放在沙发前面的茶几上, 然后坐在了小杰旁边, 我看了一眼自己的笔记本电脑, 视线立刻就盯着屏幕不动了, U盘里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操作系统, 我看着笔记本电脑启动, 然后开始运行, 我之前从没见过的操作系统, 然后我看了看小杰说, 这是什么鬼东西啊, 不会把我的电脑弄坏吧, 万一弄坏了的话, 我可没钱再买一个了, 我上学必须要用电脑的, 我所有的作业都在里面, 你, 我的声音很尖, 但我还没说完, 他就打断了我, 你想太多了, 别紧张, 我在自己的电脑上试过了, 没有任何问题, 等着它启动就行了, 只要我把它关掉, 然后把U盘拔出来, 你的电脑就会恢复正常的, 他的语气让人听起来很放心, 好吧, 那随便你, 我不情不愿地说, 我们又在那儿坐着看了差不多十分钟, 操作系统的加载页面才终于结束了, 他打开了一个网页浏览器, 那个搜索引擎, 我以前从没见过, 我连听都没有听过, 我看着他在搜索那里输入随机的数字和字母, 我还没来得及问他在干什么, 他就按下了确定键, 一个页面跳了出来, 页面中间是一串链接, 都有着不同的名字, 例如信用卡公司, 一站式商店等等, 小杰迅速找到了他的目标, 那是一个叫做猎奇商店的链接, 他总是很喜欢这种东西, 我一直无法理解, 我看着他的眼睛, 在屏幕上迅速扫视着, 看来是想找某个特别的东西, 我还没来得及问他在干什么, 他就发出了一声, 哈哈, 怎么了, 我觉得你这个暗网上的东西不太适合我, 要不直接把它关了吧, 这, 这句话还没说完, 他再次打断了我, 看我找到了什么, 这很酷的, 我觉得你一定会喜欢, 当我稍微点了点头表示同意的时候, 他就立刻按下了那个按钮, 我没想到自己看到的是这样的东西, 那是眼睛, 普通的眼睛, 看上去像是一个卖美桶的网站, 看起来很专业, 除了这个看上去很普通的网站, 是出现在暗网上以外, 没有什么其他奇怪的地方, 我浏览了一下他们的商品, 最后要求小杰给我买一副, 他已经在账户里面, 存了特定形式的货币, 他觉得这很有趣, 二话不说就帮我买了, 我谢过他, 接着我们讨论了一下, 那会是一副怎样的美童, 我们都很兴奋, 那天晚上小杰离开时, 把优盘带走了, 解释说他要出差, 一两个星期内不会回来, 他说他让包裹直接送到我家来, 但是如果配送上有什么问题的话, 就打电话给他, 反正预计配送时间也要三个星期后, 我想那个时候他已经回来了, 到时候我们可以一起拆箱, 然后努力把美童带上, 毕竟是他找到的那个网站, 还给我付款了, 两天后, 我打开门取邮件的时候, 发现门口有一个包裹, 我迅速拿了邮件, 然后把包裹拿进了门, 我还记得自己当时在想, 这肯定不是美童, 这才过去两天呢, 我从厨房拿了一把美工刀, 开始拆箱, 那个小盒子里, 装着一点带有浅蓝色的绿色美童, 很漂亮, 虽然我之前跟小杰说, 会等他来了再戴, 但我太激动了, 我把他们从盒子里拿出来, 然后泡在了和包裹一起送来的隐形眼镜护理液里, 同时, 我看了看镜子里自己深棕色的眼睛, 我笑了, 我很期待拥有一对完全不同颜色的眼睛, 哪怕这只是暂时的, 我一直都想要一双颜色亮一点的美童, 我之前从来没戴过美童, 所以我想着第一次会很困难, 但出乎意料的是, 我很轻松地就把他们戴上了, 感觉就好像这件事情, 我已经干了好多年一样, 这副美童很适合我, 也没有任何不适感, 我盯着镜子欣赏了很久, 然后打给小杰, 想把这件事告诉他, 但他没有接电话, 我猜他很可能是在工作, 之后就会回我电话的, 我又重新看着镜子, 被我的心同色迷住了, 我拿起手机拍照, 发在社交平台上, 那天心情特别好, 欣赏完这副美童后, 我就去做饭了, 我一个人住, 总是会做特别多吃的, 不过我会把剩饭当做第二天的午饭, 这样既不浪费又省时间, 那天晚上, 我决定做一块千层面, 这是我最喜欢的食物, 我想着还可以分一点给隔壁的邻居, 我把一壶水放在炉子上烧开, 就在拿面条的时候, 我看到了什么东西, 感觉像是从我余光里迅速掠过的一个影子, 我停下来环顾四周, 但什么也没看见, 我还以为只是自己眼花了, 做完准备工作后, 我把煮过的面条铺在稀磨纸上, 然后打开一包生肉, 放在已经烧热的平底锅上煮, 就在打开肉包装的时候, 我瞄了一眼面条, 恐惧感立马涌上我的心头, 那些面条变成了蛆, 在稀磨纸上蠕动着, 我看到其中一部分蠕动着掉下了台面, 每次掉落在地上的时候, 我都紧张到后缩, 那些却很大, 差不多和食纸的上半部分一样大了, 我拿过扫宝和垃圾桶, 把它们都扫进了垃圾桶里, 然后立刻拿到了外面的垃圾桶里, 这时我已经完全没有食欲了, 我觉得自己需要冲个澡, 冷静回想下到底是怎么回事, 我泡了茶, 点好蜡烛, 然后给浴缸放满了水, 我慢慢走进浴缸, 热水浸泡着我的皮肤, 我感觉很舒服, 这下终于可以静下来思考了, 我闭上眼睛, 把头靠在浴缸后面, 刚才发生了什么, 这绝对不是我的幻觉, 但是那些蛆是真实存在的, 我刚煮好的面条, 到底是怎么变成蛆的, 这根本说不通, 我心里想着, 没多久, 我睁开眼睛, 想看一看自己布置好的, 让人放松的场景, 我立马从水里跳了出来, 因为我看到浴缸里的水变成了深红色, 我点的所有蜡烛都熄灭了, 我赶紧用浴巾把自己裹起来, 然后打开了灯, 蜡烛没有点燃, 而泡澡水又恢复了清澈, 我把身体擦干, 穿上干净的衣服, 上床睡觉前, 我回到卫生间刷牙, 梳头, 我打开水龙头, 抓起牙刷, 就在开始刷牙之前, 我抬头看了看镜子, 感到胃里一阵脚痛, 我把牙刷含在嘴里, 但镜子里的我没有这么做, 我看着镜子里的镜像前后摇摆, 我越靠越近, 镜像却越离越远, 我看着镜子像把我的眼珠子挖了出来, 而她在咯咯地笑, 镜像的眼睛垂得很低, 都碰到了她的嘴, 我坐在梳妆台前, 试着不对着镜子把美瞳取出来, 当时戴上去的时候特别轻松, 我想着应该也会很容易就能取下来, 但我错了, 不管我怎么努力都拿不下来, 我试着捏它, 移动它, 推它, 划它, 一点用都没有, 三十分钟后, 我的眼睛受到了严重的刺激, 于是我放弃了, 我不再弯着腰, 而是站直身体看着化妆镜, 那个镜像正在嘲笑我, 在想出把这碗印从我的眼睛上拿下来的办法之前, 我把家里所有的镜子都盖上了, 那对美瞳的颜色很自然, 所以如果我去到公共场所, 也没有人会发现, 我的美瞳拿不下来, 考虑到我是从暗网买这副美瞳的, 我不敢向医生求助, 我试着给这件事找借口, 我不想在睡觉的时候还带着它们, 所以我必须要尽可能保持清醒, 我走到客厅去看电视, 这是家里唯一一个我没法看到自己的地方, 我把所有可能产生反光的东西, 都用毯子盖起来了, 我去拿掉在地上的遥控器, 刚一拿起来, 我就感到整只手一阵刺痛, 我立刻放下遥控器, 去检查我疼痛的手掌, 我的手上全是伤痕, 我看着自己的血液从手掌流到地上, 我低头一看, 发现遥控器还在地上, 它的按钮突出来, 变成了一个个尖角, 比新的剃刀都还要锋利, 我用自己最大的力气剃开了遥控器, 我听到它撞到墙上, 又反弹回地面的声音, 我崩溃了, 双手抱头, 听到电视机打开了, 上面正在播放一个我不认识的节目, 我抬起头看向电视, 发现我出现在了自己的电视上, 画面有些模糊, 但我能看出来发生了什么, 电视上的我从当地的杂货店出来, 穿过街道, 就在横穿马路的时候, 一辆大卡车全速驶来, 我看着自己的身体在人行道上拖行着, 然后电视就按掉了, 我不知道要怎么办, 我急得团团转, 想搞清楚是怎么回事, 我打给了小杰, 他很困惑, 感觉他根本就不相信我, 以为我是在开玩笑, 最后直接挂掉了电话, 以为我是在对他恶作剧, 电话挂断后, 我把他摔在了走廊的地上, 电视事件发生后, 我就一直坐在那儿, 眼泪涌了上来, 这时, 我听到手机在地上震动的声音, 我捡起手机, 发现是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, 到外面去, 上面只写了这么多, 我试着回播给这个号码, 没打通, 毕竟这个号码根本不存在, 来电显示上只写着陌生号码,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, 我也没什么好害怕的了, 还有什么, 会比我现在的处境更危险呢, 于是我走过厨房, 瞄了一眼我放在台板上的那碗水果, 都已经腐烂发黑了, 不过我没有停下来, 一直走到前门去, 其实, 我没有真的打算出门, 就想着往外瞄一眼而已, 我还没来得及把手放在门把上, 就有人敲响了门, 我把门打开一条缝, 看到站在那里的快递员, 他的眼睛睁得很大, 真的特别大, 看上去干巴巴的, 就好像他有好几个小时没眨眼了, 放在那就可以了, 我会拿的, 我迅速说道, 我当着他的面把门关上, 然后把家里所有的门都上了锁, 一确定他走了, 我就迅速抓过包裹, 把他拿了进来, 我周围的一切都在渐渐腐坏, 哪怕是外面的人也一样, 我终于回到了自己的房间, 现在, 楼梯上到处都是直接向上伸出的钉子, 我再次走进了, 与卧室相连的那个厕所, 我掀开盖子, 又看了看自己, 这次, 我的镜像还是在笑, 我的脖子被折断了, 上面还套着脚锁, 我的舌头上留下了黑色的胶油, 眼睛, 现在被完全掏空了, 我已经三天没睡觉了, 我不敢睡觉, 万一睡醒过来的时候, 整个房子都被铁丝网围住了怎么办, 万一我的地面, 完全变成玻璃碎片呢, 万一我周围的一切, 都变成终极的死亡陷阱呢, 我真的吓坏了, 我不会冒任何风险的, 尤其是把那个盒子拿进屋里之后, 最后, 我还是把它打开了, 里面是另一个盒子, 这个要干净一些, 但是顶部, 有写着一条难以辨认的信息, 上面写着, 打开看看死亡何时会降临在你身上, 时间不多了, 我又想, 反正我也没什么好失去的了, 所以打开了第二个盒子, 这一次, 盒子里是一张手写的便条, 并非所有的眼睛都是礼物, 你的美童, 就是另一个极端, 你可以带着这种幻觉活着, 也可以选择死亡, 我给你留了个礼物, 现在, 你可以做出决定了, 我已经在这里坐了几个小时了, 我所有的食物都发霉涨去了, 我需要去一趟商店, 但我一直盯着那张便条下面的礼物, 我从未想到过, 这会是一份送人的礼物, 但我忍不住看着这个绑好的脚锁, 我真的很后悔登陆了暗网, 好吗?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